大家好 我是刘龙珠律师 一周龙珠会有跟大家见面了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是我们华人资讯网 主持人James 刘律师好 James好 就位了 就是又见面了刘律师 是是是 那个上礼拜呢 没有做这个节目 因为出门 所以今天跟大家见面 恍如鸽市 对 实在是 好多人都是盼着您来 就是请你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时时热点 笑砍笑砍江湖市 好的 这一周以来发生很多大事 我今天跟大家讲 世界非常大家振奋人性 热血沸腾 狂吃西瓜的世界大事 那什么是个大事呢 第一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一下 这个我们东哥 题目是东哥管好你的弟弟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是 我们讲一下这个 现代女刀客 张雨琪传奇故事 那是 对吧 我们这个昆山南刀客 龙哥刘海龙倒下了 女刀客张雨琪又出来了 对 江湖很乱 高光剑影 对 是的 对 那第二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全第一 那是 对吧 所以这个跟大家呢 跟老婆或者老公吃饭的时候 形势不对 这个一定吃饭之前呢 戴上头盔 穿好防戴衣 脚上了最好穿上运动鞋 一看形势不对 立马该溜 安全第一 对吧 然后是第三 那第四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 一窟阿闹三上调的 美国版大法官认命 这几天如火如土 精彩分层 那是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大法官 到底他能不能够成功的 就是通过提名 成为那个川普所谓的大法官 当然我们事情一件一件来说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那个刘强东的 那个方面的消息 最新的那个发现呢 就是说刘强东的那一个 性侵案的涉事女主呢 她又曝光了一些很新的线索 比如说她的微信聊天记录 她曾经跟她的朋友透露过 把自己的那一些被性侵的经过 透露给了她值得信任的朋友 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有传说 她把自己当时性侵时候 所那个就是那个证据 一个异常棉被 给作为了一个保留 作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用来起诉刘强东 所以我想问一下刘律师 就是说那个这个所谓的棉被 就是那个床垫 它的那个证据的那个关键程度 是非常重要吗 还是说非常巨大 非常巨大 为什么呢 现在讲这个之前呢 现在解释一下这个题目 东哥管好你的弟弟 对 这个弟弟 因为为什么说弟弟 因为东哥有两个表弟 对 所以呢 两个表弟简称弟弟 对 大家就不要想歪了 所以弟弟指的是两个具体的人 不是指身体的某一个器官 没错了 对吧 像我们这个James的东莞来的James 对 想象的就比较丰富 是 如果你们想象的也一样 对 也一样像James一样丰富的话呢 我为你高兴 因为为什么 表示你阅历很深 那是 对吧 然后呢 也不会犯像我们东哥 或者东哥的弟弟 对 一样的错误 管好弟弟 对 管好弟弟 对于男来说 这是一辈子的一个教训 对 不但要管好弟弟 而且要管好表弟 对 不但要管好一个表弟 要管好两个表弟 对 所以我们关于东哥这个事情呢 其实本质来说 就是东弟的故事 对吧 对 弟弟表弟 堂弟 全部要管 这个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大家看到东哥这个事情了 对吧 东哥这个事情持续发酵 对 最有惊人消息 床单出来了 床单出来了 对 床单这个很了不起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故事 所有的浪漫都写在了床单上 是 是吧 当然很多人说 刘律师 这个女的是不是故意陷害我们东哥 对 床单 为什么这种床单 对吧 要保留 保留什么 一定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呢 这个里面呢 有多种可能性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床单呢 在美国其实很贵的 不便宜 对吧 那是不是呢 就是说当时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这个女生说 东哥 你看这个床单 要不要给我来个新的 对吧 这床单我也花了不少钱买的 不是打折 是原价买的 对吧 我一个穷学生也不容易 对吧 你看能不能给我给京东 你可能给我打个折 给我来 给我来 来个全球包邮 对吧 或者你给我 清空一个京东的购物车 也可以 东哥说 这个我可以这么做 但是呢 我作为这个京东的老板 我呢 有以身作者 不能占公司的便宜 对 对吧 这个床单是你自己处理 那女生觉得说 这个床单 我处理掉 我又没床单了 对吧 这个女生本着 勤俭节约的目的 要保留住床单 因为为什么 以后可以再用 是吗 对吧 新三年 旧三天 缝缝补补又三年 对 对吧 这也是有可能的 时不时还能拿来当成做证据来用一下 对 这里面呢 也是一种可能性 当然证据也是第二种可能性 因为为什么 这个床单呢 当然了 就是说 人之物证 要聚在 对 谁是人证 那么呢 这个我们这位女主 她是人证 谁是物证 床单 就是物证 准确来讲 是没有洗的 原汁原味的床单 那这个床单上 您认为会残留些什么呢 这上面 就是 James 你真的是东莞来的吗 你是不是 这个课我的 是不是 对吧 要分析一下吗 对对对 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 床单呢 有很多的故事 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所以这里面讲一下呢 就是说 有种可能性 就提到的 我们女生勤俭绝约 在美国呢 生活不易 对吧 然后希望东哥呢 给她买床新床单 但我们东哥呢 当年呢 还是呢 这种原生生活 在东关村 中关村 对 中关村 对 卖这个光碟 两毛钱 赚了两毛钱一片 不容易 他下我一个床单 至少每一千片光碟 不容易 会算 对吧 会算 对吧 所以这个床单的事情 没整明白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以后啊 大家从东哥进行 吸取教训 遇到什么事情 跟女生出去约会啦 吃饭啦 什么喝酒啦 对吧 不但要带酒 还要带什么 带一个新床单 随时换掉 随时换掉 对吧 这个是你把你的床单弄脏了 你换个床单是应该的嘛 对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床单啊 然后呢 被这个女生保留之后 它作为证据呢 证据它说明什么 我觉得它其实呢 它要证明东哥信性 对 它证明两点 第一是性 第二是亲 对吧 那么床单的本质来说 我们从法律的层面呢 它应该比较容易证明有没有性 因为为什么 对吧 上面会有一些很关键的东西 对 上面会有一些很关键的东西 对 那如果你现在律师说 我不懂你说的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对吧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应该找一个 这个家庭和医生性去看一下 对吧 对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比较容易 跟上我们这个节目的步伐 对吧 这里面是这样 床单可以证明有没有性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有没有亲 不一定 就要看床单保留的状态怎么样 对对对 床单保留状态说 有没有什么撕裂 什么拉扯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床单呢 也许会这边破了一块 这边撕了一块 是不是表示说 这个动作比较激励 动作比较激励 是不是一定表示有亲 也不一定 因为为什么 说明我们东哥呢 这个呢 口味很重 就喜欢来点激励 对吧 这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You never know You never know 对吧 对吧 You never know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 但是呢 有没有可能说 床单有撕破 然后呢 就表示说 这个第一 比较表示激励 第二呢 也表示说 有可能 这里面是有亲的 所以这个床单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这种法律的层面来说 那么第三点 就是说 床单作为证据 那么保留床单 有什么意义 对 保留这个动作 有什么意义 那么这个意义的话呢 至少呢 有一种可能性 表示呢 说这个女性呢 当然除了审视减容 这一方面以外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说 这个一开始呢 是个局 对吧 我保留床单 以后呢 好 一锤子打死你 所以我是瘟中作弊 女生对东哥下的局是吗 对 是的 所以东哥这个事情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总结一下 床是东哥上的 局好像是别人做的 对吧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说他这个床 这个里面没有性 东哥说 我呢 跟你根本就没有性关系 对吧 我们跟你讨论了一下剧本 对吧 这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现在给我感觉很流行 在国内呢 这种孤男寡女 生更半夜 在喝醉了酒以后 讨论一下剧本 对 或者讲一下人生 对 讲一下情操 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就是假戏挣作了 对吧 就是假戏挣作 对不对 或者呢 争戏也更加挣作 对不对 是这样的 然后做了之后呢 就做进去 对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呢 这个演艺圈有阴阳合同 因为这个钱是得整明白 钱是怎么明白 就整进局子里面去 对吧 就像我们这个娱乐圈的 王思聪书记 王书记呢 这个话呢 一针见血 对吧 讲的特别明白 这个事情很简单 价格没谈拢 对 所以进局子 进去之后就谈明白 对吧 就这么个事情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 他保留床单 有可能认定 就是说 认为说是一种 什么可能性 就是说 这个事情一开始呢 实际上是经过计算的 然后呢 因为床单 是可以把东哥一锤子打倒 把东哥一招制敌的 这么一个戾气 这么一个关键的证据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刘律师 就是说 他既然第一 他有一个这么关键的证据 第二 他自己本人又在这里 怎么就为什么这么难 起诉刘强东呢 就是说他人证物证都拒在了 为什么就他 你看刘强东第二天就回到国内 继续开展正常的工作 到现在为止 他也没有收到什么实质性的指控 这样说好了 他这个从 司法程序来说的话呢 因为警局 检查 警局的 Police Report 警察报告写好之后 送到检察官办公室 由检察官办公室来决定 是不是正式检控 刘强东 这个呢 是个正常的司法程序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呢 知道没有问题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但是呢 有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以东哥当时被检控 一级性侵的重罪 然后呢 当时呢 在没有交付 任何保释金的情况下 保释了 这个里面呢 给我感觉呢 事情不单纯 怎么个不单纯法呢 因为很简单 这样来说好了 很多人外面的说法呢 外面说法说 因为他没有 还没有定罪 所以没有交保释金 这种说法呢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彻底错误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司法程序是这样 就是说 你呢 由于涉嫌犯罪被抓了 涉嫌犯罪被抓的情况下呢 除非这个罪名很轻 或者呢 就是说 加上呢 你本身没有任何可以潜逃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很多时候 他是不用保释金的 对吧 但是呢 除此之外 大部分的犯罪 大部分的犯罪 他或多或少 是需要交那个保释金 对 对吧 虽然东哥钱不是问题 对吧 尤其那个床单 也没有买 神一个床单的钱 对吧 拿来交保释金 说完全没问题的 但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在于说 他没有要求被交保释金 给我感觉这里面一个 巨大的问号 对 嗯 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 嗯 就是根据最新的那个消息啊 就是说那个律师也说到了 就是说刘强东 他被起诉的那个几率不大 是不是事情 渐渐渐渐渐的开始 真相浮出水面 真正的去开始证明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套 而且还没有套成功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 这个除了床单之外 那么这位摄氏女主呢 有发表一些新的细节出来 嗯 他提到呢 说东哥呢 在车上对她动手动脚 嗯 对吧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他讲这个话 如果 如果是真的 那么对东哥是有利的 如果是假的 对东哥也是有利的 嗯 怎么说 如果是真的 就表示什么 东哥上了车之后 就很简单 对吧 这个女生提到嘛 除了说在车上对我动手动脚之后 他还提到说 在喝酒的时候呢 灌我的酒 要把我灌醉 嗯 对吧 他要灌你的酒 要把你灌醉 你还上了他的车 车上还对你动手动脚 对吧 除非这个女生呢 他是自障 或者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说他彻底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喝的一下 喝的昏死过去 black out 嗯 就像我们的这个大法官 对吧 有可能 对吧 就是black out 这个女生呢 彻底喝的 没有一点意思 对 这两种可能性 除此这两种可能性 还种什么可能性 这是个局 这是个局 这里前面两种可能性不存在 因为为什么 很简单 如果这个女生 你不是自障 这个男的灌你酒 你坐他旁边 嗯 车上对你动手动脚 嗯 你还把他带回家 嗯 觉得就是 肯定是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会不会 就不然怎么可能 在 饭局意识到不对劲了 还能上车呢 对啊 是这个意思 并且他当时去的时候 他不是带了一个朋友吗 小B 对吧 据说小B是个男性朋友 小B他说 他的工作 就是保护小A 小A是涉事女主 对吧 当时你要上车的时候 那么小B应该冲过来 跟东哥说 东哥 我送他回家 就不麻烦你了 对吧 你这么忙 那你万机 对 我送他回家就好了 对不对 或者冲过去 咯 给东哥一个好光 说你想 你想干什么 你这个臭流氓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对 你敢动我女朋友 一个直头 我今天 飞跟你们玩 对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小B去哪里了 在最关键的时候 小B去哪里 这是第二个 对 然后不但如此 在车上他还提到说 东哥对他动手动脚 并且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感觉全程直播 对 对吧 像我们今天这样 全程直播 不过像我们可能差一点 对 但是呢 他全程直播 这个事情 给人感觉是个事实 对不对 对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当时 不打电话给小B 小B说 快来救我 对吧 小B立刻报警 不是吗 为什么不能 对不对 对 不但如此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下了车之后 在进 他们家门之前 然后呢 看到一对华人夫妇 华人夫妇 表示说 他们互相依偎 动作轻易 手牵手进去 对吧 手牵手进去 是这样的嘛 这个手牵手 不管这个女生 是牵东哥的手 还是东哥牵她的手 都表示什么 这个表示女生是自愿 是这样的吗 他这个女生完全可以 一下子 坡过来说 快救我 对 他是个强奸犯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没有任何的动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虽然当时可能是晚上 看不清楚 但是呢 如果你看圆圆良 他们互相之间的 举止神情 神情可能看不清楚 但举止是看得出来的 就换句话 如果女生不愿意 在这边吵闹了 说你要干什么 那么东哥把她往里面拖 说你进来 你进来 对吧 那么换句这两个 这两个是完全可以感觉出来的 对 还有一点是什么 最关键的 东哥没有钥匙 钥匙在这个女的身上 嗯 当时开门的时候 是这个女生把钥匙拿出来 打开门进去了 还是这个女生呢 根本是糊里糊涂 东哥左掌右掌 找到钥匙 试了司机吧 终于找到一把 对了把门进去 哪一种 对吧 我觉得从后来发生的这一系列来看 应该是女生自己开门的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明白了 但是我们今天啊 主题是弟弟 嗯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呢 嗯 还是刘强东的那个弟弟 因为现在最近 我们一直不是在讲弟弟吗 对 我们都是在讲弟弟 对 下面讲表弟 对 我们现在讲表弟 表弟 两个表弟 对 对 但是也跟表弟的弟弟有关 就是那个 刘强东他就是说两个表弟啊 在京东做高管 嗯 继刘强东那个案子传出来之后呢 现在又有传出 就是说他的两个表弟曾利用他高管的那个职务之变 对公司内的那个超过两位数的女性进行过性侵或者性骚扰 就是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非常有趣的有一个匿名的爆料者爆料出来了 说刘强东表弟的一些对他的一些性侵的一些细节 我看了一下 说实在的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香艳 就是其中里面有一些句子说到 就是说什么他解开了腰带 我被强奸了 嗯 这里仅仅的十个字 但是在我看来呢 里面大有文章 所以要请刘律师给讲一下 就是说 呃 就是说你觉得这一个匿名性 这个爆料的这个人 他的那个真实性 在您看来有几分可信 这样说好了 性 嗯 有没有跟东哥的两位表弟 东哥的两个表弟简称弟弟 发生这个性关系 嗯 我觉得肯定性很大 对 百分之九十九 对吧 当然这两个女生也没有床单 不确定 嗯 这个也可能没有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京东可能有员工折扣 可能在office 买床单可能很方便 50%off 对吧 这是说他不一定有床单 但是他讲了很多细节 他有什么 他说我没有床单 但是 我有 论华有 对吧 是的 他更狠 这个更狠 对吧 还有什么 还有安全套 对 然后很多的其他证据 这些证据表示什么呢 表示 如果属贞 表示什么 表示有性 嗯 但是表示有亲 不表示有亲 相反表示没有亲 就换句话说 他说他他当时的这个标题 新闻标题说 这个员工表示被刘强东的两个表弟强奸 我感觉 有没有性 有 有没有男女关系 有 有没有强 没有 有没有亲 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很简单 从这个他的这个声明 我看一下 这个跟大家呢 互相呢 这个沟通一下 这个刘强东弟弟强奸细节 第一 刘强东弟弟强奸细节 第二 所以他这个写的非常条理分明 不但条理分明 并有文才非常好 这个感觉呢 我某一看 我以为呢 是看这个 好像看写个诗歌一样 看清明媒呢 感觉 对吧 他解开腰带 我被强奸 对 对吧 然后呢 下面讲了这个 他并且呢 他这个每一段只有一句话 条理非常清楚 对吧 然后文字 不是优美 就文字非常简练 思维呢 没有 就非常的冷静理智 栩栩如生啊 写的 对 是的 对呢 这里面呢 是什么呢 这里面我觉得呢 就感觉呢 某一看呢 就感觉是一个什么黄色小说 对 然后抄了一下 他把这个 说小王解开小李的腰带 他把小王小李拿掉 改成我 就这么个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 这里面有几点 第一呢 就是说 如果刘强东的两个表弟 真的跟女员工超过两位数也好 三位数也好 哪怕四位数 对吧 表弟毕竟年纪小 精力旺盛 对 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 有 那不表示是强奸 有关系不是强奸 什么是强奸 大家一定要认真 一定要认真地听我讲这个话 好 不是为了娱乐 不是为了吃瓜 虽然现在天气很热 吃点瓜对身体好 更重要自己东哥倒下了你一定要挺住 什么意思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处处是陷阱 对 对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强奸有两个方面构成强奸 第一是利用暴力 什么意思 刘夏东的表弟 好像小王 霸王硬上攻 小王 对吧 说立刻上去 夸一个耳光 对女生被他打得混头混的 跟上去屁股也是一脚 踢得剧痛无比 说你现在必须立刻从我 你不从老子今天打死 这是暴力 OK 对吧 第二是什么威胁 他这个威胁 必须什么威胁 必须是death 这根据美国法律 死亡 或者great body injury 这种呢 什么意思 就是要把你打伤 说你今天从我 你不从我 我这边有一把 枪 不是枪 我们这个女侠客 张雨琪的水果刀 我在你背上划两下 对吧 你不从 我再划三下 对不对 这个呢 对身体构成巨大的伤害 这个女生一听 这个我们张雨琪的水果刀 不是开玩笑 说算你狠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属于威胁 这种威胁 也构成强奸 换句话说 什么情况还会成强奸 第一是暴力 拳打脚踢 揪头发摔耳光 对吧 就像那个 譬如说 就打出门 女侠客张雨琪 跟之前汪小白 互摔耳光的架势 咔咔咔 两个耳光 冲不冲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怕 这个就是潜强奸 或者 威胁 对 也算强奸 那么呢 这种情况 有种情况 不算强奸 什么意思 他说 这个刘强东的表弟 小王 跟着女人说 小李 对吧 你看呢 这个大老板 是我表哥 对吧 你跟着我 想不尽的龙华富贵 吃不完的鸡鸭鱼肉 对吧 我看你这样子 很喜欢吃鸡 对吧 但鸡现在很贵 你只能每天吃青菜 对吧 我鸡都吃不完的 还有免费新床的 对不对 你不从我 你以后在京东 你不要想混 对吧 威胁 对不对 这种够不构成法律上的威胁 因为法律上的威胁 从而构成强奸 不构成 但是根据美国法律 会构成性骚老 性骚老不是强奸 这里面有巨大的区别 根据美国法律 因为为什么 强奸 所以刑事犯罪 出了事 像东哥这样 如果罪名成立 要进去 要进局子 要坐牢的 对吧 像Bill Cosby这样 对 Bill Cosby 对 Bill Cosby我觉得这辈子 比较小出来 对吧 尤其是美国法监狱 对这种性罪犯 生物痛剧 对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是属于强奸 要坐牢 但是性骚老 它属于 民事违法 换句话说 检控你的事 受患了 不是地检署 如果罪名成立 那么 准确讲不是罪名成立 官司输了 你就赔钱 说到底这个钱 是不需要坐牢的 对 那么这位女性 讲到东哥的弟弟 我觉得呢 有可能构成性上了 但会根据美国法律 根据性上 但不构成强奸 这里面巨大的不同 对强奸这个词不能乱用 不是说我有信 就一定有奸 就一定有强奸 对吧 或者有信 一定有信心 不是的 信 是正常的 信 是美好的 信 是人类受惠繁衍 受惠进步 国家繁荣 昌盛 富强的 对 最大的动力 七情六欲嘛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 就好像那个指牌位于一句话 everything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对吧 所以这个信 是人类受惠向前进的 最原始的动力 对吧 所以我一直说 很多人觉得这个改朝换代 这个历史上的帝王将相 非常了不起 其实不是 真正推动社会向前进的 最原始的动力 不是男性 所以我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刚刚说了 你说 像这个 这个爆料者 他所发出来的这些细节 只能说构成是性骚扰 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 就是说 酒后无意识的发生了性关系 这样子的情况 算是性侵呢 还是性骚扰 就比如说真的像东哥这件事情 他们就是 据说那个涉事女主被灌了很多酒 假如被灌到无意识了 性侵 性侵 对性侵 就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女的她呢 这个喝醉酒 没有意思 在没有意思的情况下 你跟她发生性关系 那么这个所谓性侵 因为为什么 他性侵的定义是 without consent without consent 对 因为就他没有同意 他没有给你同意 因为他已经喝醉了 他也不可能给你同意 所以这个without consent 这点就反而更明确 罪名更容易成立 就是你如果他是清醒的 你可以至少一个 争辩的理由 就是说你同意的 对吧 你看这边还签字 还化压了 对吧 你看一个手印在这 那就是有contract 有contract 对吧 就是我有证据了 但是如果这个女的喝醉了 你说你化压了 这个女的说我什么化压 我喝醉了 我根本不知道 不知道我做什么 对不对 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 千万不要觉得说 这个女的喝醉了 很多人呢 有个什么概念 她觉得说呢 酒这个东西呢 酒醉心理 就觉得说你呢 实际上没醉 你装醉 因为你不好意思 对吧 你好面子 所以呢 我为了成全力 对不对 是的 那么我就礼貌性的 来性情 对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 礼貌性的性情 还是性情 属于犯罪 嗯 你要坐牢的 这个罪名很严重的 就好像在台湾之前有那个捡私 嗯 就是说在夜总会外面 这个女生喝醉了 这男生呢 就跑过去占便宜 对吧 不是有个小王 也姓王 跟我们东哥的弟弟 是同样也姓王 然后捡私捡了很多个 他捡了这里面 很多个里面 有没有一些三十多个 据说有三十多个 姓王还是姓李 反正不是小王 就是小李 嗯 对吧 然后呢 讲了三十多个 三十多个里面 有没有至少有一个 有两个 甚至有一半 或者有90% 都是酒醉姓名 都是同意的 这是可能性很大的 也很大 但是三十几个里面 只要有一个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怎么能承认呢 对吧 这些女人 有的是你男朋友的 有的是有老公的 有的甚至是有小孩子 我承认 其实他这辈子就背上 一辈子 背上个淫妇的骂名 换句话说 真的也好 假的也好 他一口咬定 就是你兴趣 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吧 对 那么我们小李 或者小王 现在就要在台湾的监狱里 待一辈子 凄惨的渡过余生 天天吃卤肉饭 我觉得他其实如果凄惨的渡过余生 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福报 很有可能在里面就被人干掉 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讲完这一个 现在我们关于这个刘强东这个案件 我们追了一个月 不止了 现在是具体是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跟进 这里面呢 我最后总结来讲一句话 就是说大家很多人觉得 就是说东哥这个事情 有的人觉得说 这个女生呢 有证据显示 这个女生呢 是自愿的 对吧 除非你这个女生自障 这个男人要怪你久 车上动手动脚 你全程直播 你把他带回家 对吧 然后呢警察来的 你也说没事的 对不对 这些表示你是愿意的 对 也有一些呢 证据表示说 他是不愿意的 什么意思 他要带上小B 对吧 你带小B干什么呢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吗 那么这个女生提到说 当时呢 就是说我要打电话 给小B叫小B过来 感觉有危险 这个也表示说 这个女生是不愿意的 就换句话说 这个里面有推的细节 也有旧的细节 有推的成分 也有旧的成分 所谓半推半救 对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 有人觉得说 这样的话表示到罪名成立 有人表示罪名不成立 这个里面呢 我跟大家呢 作为一个有处理 性侵官司 丰富经验的律师 这里呢 我要给大家一些干活 对吧 天气很干燥 我讲的东西 更干燥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对吧 微微道来 好 用为什么 如果你被检控犯罪 这个检控的标准 被抓的标准 我们法律上叫做probable cause 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合理的怀疑 那么我就可以把你抓了 就换句话说 东哥被抓 只要里面有推的成分 有推的事实 那么就合理怀疑 这个里面可能性侵 所以东哥就被抓了 对吧 但是如果要定罪 定罪的标准 所谓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什么意思 就换句话说 这里面半推半救 是定不了罪的 对 对吧 这里面呢 九推一救 当然也更定不了罪 但是呢 九救一推 是不是能构成罪 可以吧 对不对 九救一推 当然也不可能构成犯罪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这里面这样来说好了 不管是九救一推 还是九推一救 只要这里面 只要这里面 有一丝丝的 有一丝丝的救 就表示 这个救 就是reasonable doubt 如果你有这个reasonable doubt 表示说这个女生是同意的 你只要有一点点的救 就表示你是同意的 那么这个同意 就法律上的reasonable doubt 那么从检察官的立场 你要定东哥的罪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你就做不到 因为为什么 这里面有救 第一救 可能表示什么意思 可能表示 这个女生一开始就做局 对吧 这个女生本职是个局长 对不对 是这样的 第二种可能性表示什么 第二种可能性表示呢 这个女生当时是同意的 后来呢 觉得吃了亏了 对吧 这个好像被东哥这么折腾了一下 床单 还得自己买新的 对 心里愤愤不平 想敲一笔是吗 对吧 想敲一笔也好 或者说呢 心里不平衡 然后呢 觉得呢 你得补偿我也好 但只要在当时 当时 那么 这个女生是救的 那么这就不成立了 就不成立了 所以呢 从法律的层面来说呢 我觉得 东哥被抓 不代表他有罪 这里面跟大家讲清楚 因为他的标准不一样 抓的标准很低 定罪的标准很高 高到什么程度 这里面只要有一点 救的可能性 就成为 reasonable doubt 成为reasonable doubt 那么检察官定罪 他就不能证明 他的这个事情 会beyond reasonable doubt 那么东哥罪名就不会成立 是这样的 这是刘律师刚刚跟我们讲的 这一个美国的法律 说得非常的清楚 beyond reasonable doubt